去年疫情爆发后 桃园市为居隔人员推出丰富的防疫包 但今年一幼儿园确诊增加 又有幼儿园群聚 幼儿隔离也要家长陪同 市议员朱真瑶建议市府 比照新北市推出幼儿版的防疫包 那如果六岁以下的孩童 跟一位家长一起独处 十四天来来了 家长照顾是非常的辛苦的 尤其又加上幼儿园这次群聚的效应 我想身心压力都会非常的大 那新北市在这边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它推出了宝贝育儿玩具带的一个概念 那甚至很贴心的分成零到二岁 跟三到六岁 以及七到十二岁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其实也可以让家长减轻不少的一些压力 那我们桃园是不是也应该可以来做 这些跟静兵姐做的更好呢 市长觉得 市长回应 桃园市对隔离者都有提供相对应且充足的物品 幼儿包有需要就会安排 但也脱口表示希望幼儿确诊不要再发生 好 如果有需要我们来做 因为它是指的是确诊的幼儿园 那我们在每一个确诊病患的照顾上 都很贴心 其实我们的学生那时候隔离了五十几位 我们是送平板 送食物 送月饼 送防疫包什么都送 好 了解 谢谢市长的认同 那后续会想说就由区域长这边 我们是如果有的话 最好是不要有 那当然啦 肯定是这样嘛 幼儿防疫包后续会交由相关局处负责规划 防疫的玩具包也能减轻隔离家长的负担 也让防疫包更贴合民众的需求 记者赖伟一 桃园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